好 看看Measure of Dispersion的問題 我們在這裡看到有200個Candidates 知道數目 然後它說Mean是55 然後SD是8 同時我們都知道這個 即是說其實我知道Mean是55 然後SD是8 我可以先寫在旁邊 然後它就說84%的人是Pass的 然後問你的Passing Mark是多少 做法就是這樣的 即是要看的時候 甚麼是84%呢 即是由這裡的位置數過去 這裡是佔84% 即是下面這個位置佔16% 這裡就是所謂的Passing Mark 中間的Mean 你知道這個就是55分 這個是Mean 如果16%的時候 我想知道這裡佔多少%呢 這裡就是34% 由Mean和Passing Mark 差距就是34% 如果34%呢 我希望大家記得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中間68% 分開一半就是34% 那這個就是說 本身這個Mean 這裡就是Mean-SD 所以這裡的分數在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Passing Mark 就是Mean-SD 所以Mean-SD 是Passing Mark 這個分數就是55-8 所以這個分數是47 那47就是Passing Mark 答案就是B 了